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拆迁纷争到底该如何收藏 如果说我爸还是坚持这样的话 说前面那个我没有份的话 我可以输入法律 新的 太膨胀 膨胀太那个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叫知足成了 被拆散的家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都市情缘有看去头条去领红包的 去头条APP冠名播出 节目开始之前 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 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首先您将看到的会是年轻人的专场 那么在这要提醒是 20岁以上35岁下的单身朋友 抓紧时间报名 因为您的片刻犹豫 很有可能就会错失一段大好姻缘 好的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不久前就将瑞昌人汪超 给我们栏目组打来求助电话 他说自己有三兄妹 如今老家的房屋拆迁 父母偏心弟妹 让他心里边十分窝火 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 找到父母讨个公道 4月25号上午 记者在九江瑞昌市 见到了今年31岁的汪超 只是汪超和记者见面的地方 却不是在他自己的家中 一见面 汪超就向记者诉起了苦 他说他和父母因为 拆迁安置补偿的分配问题 闹得不可开交 如今连家门都进不了 汪超说老家的房屋拆迁后 父母亲偏心弟妹 他这个为家庭付出最多的大哥 得到的拆迁安置补偿 却是三兄妹中最少的 放他中了十年 然后的话 那个没读什么书 也没花什么钱 然后我弟我妹读大学 花了那么多钱 对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因为房子拆迁 我说我帮你中了十年 我说现在倒是这样对我 我很寒心 在汪超看来 在之前的拆迁补偿过程中 他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 因此在接下来 拆迁安置房的分配中 不应该少了他的那一份 有很多事情的话 我都没有去整 比方说盖我正当的权利 我都没有去整 去那个 你像正常的话 房子拆迁 他是跟我爸 共同做的 而且我还除了累做的 按道理 我在这个房子里结了婚 这个是由我一份的 对吧 拆迁几十万 我一份没有 我也认了 我也没有征 我说我们国家多少钱 没有 王超告诉记者 按照拆迁政策 老屋拆迁后 拆迁安置费 是根据户头来分配的 一个拆迁安置户头 可以领到一份拆迁安置费 王超说 家里至少能分到 两个拆迁安置户头 因此他向父亲提出 想要一个拆迁安置户头 我爸的话 他就是说 始终兼职 这一个户头 我跟我弟 我爸 我们三个人平分 然后我就说 按照拆迁政策 六个人口 就有两个户头 我说 你不管几个户头 三个户头也好 四个户头 我说 我只要我们一下 一个户头 然后我爸就说 不行 在采访中 记者得知 汪超曾经和父亲汪赫森 拟定过一份房屋分配 及养老协议 协议中写道 汪赫森将老屋拆迁还房 给汪超90平米房屋 汪超说 他要117.98平米的住房 117.98平米 减掉90平米 等于27.98平米 汪赫森答应给汪超 凑个方圆 117.98平米的指标 剩余27.98平米 由汪超自己到拆迁办 补交房款 按照道理来说 儿子肯定是有户头的 我们汪加列拆迁上百家 没有哪一家说 儿子没有户头 到我这里没有户头 汪超说 在他提出想要一个 拆迁安置户头后 父亲拒绝了他 这让他觉得特别愤怒 整个汪加列 你去问一下 如果说哪一家儿子没有户头 我说这个户头我不要了 我说房子我也不要了 然后我爸可能就觉得没有利 然后他就这么说 他说好 这个户头我给你 但是前面答应 写了血液90平方的时候 我只给你八十五 按照汪超的说法 父亲在他的再三要求下 答应给他一个户头 却同时提出要减少分给他的安置房面积 王超不同意父亲的提议 父子二人僵持不下 关系也因此越闹越僵 那么为何这对亲生父子之间 会如此斤斤计较呢 4月25号下午 在当地村小组组长的陪同下 记者跟着汪超来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 在汪超父母的家门口 我们见到了汪超的爸爸汪和森 出人意料的是 汪超的妈妈一看到我们的到来 就把大门紧闭 连汪和森都被关在了门外 一见到记者 汪和森就开始指责起了儿子 他说正是因为儿子的不知感恩 一家人的关系才变成如今这样 汪和森在门口劝说妻子开门 却遭到了拒绝 他提出自己要先和妻子沟通一下 之后才能够和我们记者联系 看到这儿呢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和我们一样啊 心中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如果真的只是因为一个拆迁安置户头 引发的冲突 汪超为何连自己的家门都进不去了呢 事情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引擎呢 拆迁安置补偿分配不均的背后 竟然牵扯出一份离婚协议 孩子不信任父亲的原因 是因为贪心不足 还是欺骗在先 我就是说觉得 他不应该这样一二三三三三的骗我 说实在话 他真正我老大真正不见良心 被拆散的家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汪超向记者求助 说家中老屋拆迁 按照政策 家里边至少能够分到两个拆迁安置户头 可是父亲呢 却连他要一个拆迁安置户头的请求 都拒绝了 他带着记者来到了自己家中 想要找双亲来协商此事 但是呢 却吃了闭门羹 连家门都进不去 有前面的争吵嘛 我就说 他以前之前把家分了 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因为都是一家人 捣蛋骨头连着金 对不 你像父母在人生上远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只有今生父子 没有来生父子 我就说 因为吵多了 关系自然就僵了嘛 在采访汪超的时候 他说 为了避免一家人发生争执 去年十月份 得到即将拆迁的消息后 他曾经向家里提出 千分家再拆迁的提议 去年大概是十月份 十月中旬 他说他们俩离婚了 他们俩是在一起生活吗 他们 然后我问我爸 我爸说 一年年办的离婚手续 然后这么多年 同吃同住 我们所有人不知道他离婚了 汪超告诉记者 他原本只是和父母商量 想在拆迁前先把家分了 可是却意外地 得知了父母早在 2010年就已经离婚的消息 两个人合起伙来欺骗我 因为他跟我妈离婚 2010年离婚 然后同吃同住 这么多年 我们从来不知道 然而在汪超看来 父母口中的离婚 是一场为了阻止他分家的阴谋 我一岁多的时候 我妈就因为我妹 男产搭出去也走了 然后我妈走的话 是那个89年 9月22日 我爸娶我这个姬母 她是62年的 然后是89年之前离了婚 然后嫁给我爸 她离婚嫁给我爸 这个事情我是昨天才知道的 她嫁过来以后 生了弟 生了我弟和我妹 我弟的话是90年的 我妹是92年的 原来汪超口中的妈妈 并非是她的生母 而是她的继母 这次汪超提出 在拆线之前先分家 他的父亲却说 早在2010年 他和妻子就已经离婚 而家里的老房子 也变更登记在了 汪超的继母名下 房子给她她名下了 由她处理 我爸没有处理权 然后这个房子的话 他10年离婚 那个时候我22岁 我弟20岁 我妹20岁 都属于成年人 都有知情权 而且的话就是说 这个房子也有我一份 但是我爸没有跟我说 然后把那个房子 全部给了我货帮 王超认为 父亲突然告诉她 已经和继母离婚 就是为了不让她分到 应得的那部分 拆迁安置补偿 你送离婚 没有义务要告诉子女的 我知道 她没有义务告诉我 但是她把这个房产 这个房产是我爷爷分给她的 你的意思是房产 储置房产的时候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对 王超说 父亲和继母 根本就是假离婚 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财产 并不是真的感情破裂 而离婚协议中约定的 将老房子的过户 给母亲的内容 也只是父亲偏心 为了在这次拆迁中 将大部分的拆迁安置补偿 留给继母所生的弟弟 而捏造的 这是她和父亲 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事情真的是 像汪超所说的那样吗 对于儿子的指责 汪超的父亲 汪和森会怎么说呢 得知了儿子 指责自己偏心小儿子 为了转移财产和妻子 假离婚的说法 汪和森拿出了离婚证 离婚证上的登记时间 是2011年的8月 对于自己和戴红凤 离婚的原因 汪和森给出了解释 街上卖菜的时候 那个人就跟我说 他就说我们到那边去 搞高峰周金 搞那个素材基地的 他说我们到那边去 搞200毛 他做的标识是做600毛 他说政府有一项补贴 50万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补贴搞到了 我们可以平半分 后来我就把那个协议签了 汪和森告诉记者 2011年上半年 他受到别人的邀请 和人合伙承包了一个蔬菜基地 他出力对方出资 后来到了军事生产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汪和森等你 你跟那个 我做了 做了人民医院这个菜 我做了十多年 我就跟那个商家都比较熟 他就说 你要不这样 你跟那个商家比较熟 你要不你去 到时候人家那些设账了 可以设定东西 什么菜种啊 化肥啊 农药啊 薄膜啊 是吧 那个东西 你设了以后 就是你签个字 到时候我们的财物去付款 王和森说 为了欠好蔬菜基地 他出面向熟悉的商家 设了不少账 结果合伙人混约 这些都变成了他个人的债务 他这什么东西补贴也没有 什么东西的 那公司也没有 我就不做了 我说我就回来了 回来后来 那个人就把我 搞到法院去了 他说要法院 要我起诉我 他发院说 你这是没办法 你这个字就在这里 是吧 他说我说 但是他说怎么怎么 他说你有什么东西 可以证明 当时人把他撕毁掉了 按照王和森的说法 他会和妻子协议离婚 是因为这场失败的生意 而不是为了 在这次拆迁中 转移财产 老人说你这你没钱 你就是要不 你就把房子抵押 所以我那也没 所以我老婆他就说 你这不行 这东西 是我借的钱 我这房子怎么怎么跟你抵押了 所以他就 我们办了离婚 那个时候 不是说 现在为了他 这收 办这个 因为我这是一年的 后来 七拖八拖 你看 现在有一份诉账 你可以打电话了解 而且有四家的诉账 那几家的说是他 我以前的弄都弄都给他丢掉了 只是对于父亲给出的解释 汪超却无法接受 他坚持认为 父亲是和继母在合伙欺骗他 他说自己之所以不相信他们 是因为在拆迁之前 两人就已经有欺骗他的贤客在 我结婚 我说我要在前面大房间 大房间的话是空着的 然后他似乎不同意 就是说在后面的小房间 小房间的话 就是一个四四方房子 大概可能不到十平方 现在还在那里 为什么不让你大房间 为什么不让你去大房间 他说那个房子出租 我说你房子出租 我说第一 现在还没有人住 第一 第二 有人租的话 我那个 可以搬过来 我就这么说了 他还不同意 在之前的采访中 汪超告诉记者 2015年他结婚的时候 曾经提出 要把老房子前面的大房间 当作婚房 却被父亲以大房间 已经出租为由拒绝 而直到拆迁 大房间也一直是空着他 汪超还说 除此之外 父亲和继母在很多事情上 都曾经欺骗过自己 这导致他无法相信 对方说出的话 我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 不能说我跟我弟 我妹分的一样多 这个我都理解 我也认可 没有绝对的公平 这个我爸也说了 然后我就是说 觉得他不应该 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骗我 汪和森却认为 儿子现在对自己离婚一事 提出质疑 只是因为贪心 想要多分拆迁安置补偿 我说实在话 他真正我老大 真正不讲良心 我们家的 我跟你说 我们家的装修 现在这是拆迁补偿 补偿款他要分 我说没有这个利益 你出家了十几年 你没有拿分钱回来 你出家以后 我家的装修的 是他借的钱的 而且我欠的师傅债 他说没有欠债 我欠的钱 东加西的东介西车的钱 都是那个钱 他认为 他也不给他 不拼心 亲生父子之间 矛盾缘和如此激烈 我说这个是我爸 我说如果是任何一个人 我会到他 这场拆迁补偿之争 到底如何收藏 如果说我爸 还是坚持这样的话 说前面那个我没有份的话 我可以诉读法律 人家说家里不合外 现在我是 做了暖城风险 被拆散的家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4月25号下午 汪超和汪和僧父子 都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条件 两个人干坐了半天 相对无言 即使是看到了 父亲和继母的离婚证 这汪超也不愿意相信 两人的离婚 不是针对这次拆迁的阴谋 而对于儿子指责自己偏心的说法 汪和僧提出 要带我们到拆迁的老房子那边去看一看 我当时我说我没生活费 我说有人来租房子了 我想搞点生活费 就这么回事 简单的很 如果有人租 我马上搬到后面 他都不同意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实在好 因为他 不是我不同意 不是说我不同意 我说他如果到那里面就结婚 假如以后有人来租房子 叫他搬着他 他老婆如果不同意 所不同意 要吵着 两个人离婚 我怎么办呢 我说不如干脆不让你进去 汪和僧说 当初坚持不让汪超 在大房间里结婚 是为了对方夫妻和睦考虑 没想到汪超却不领情 反而误会自己偏心 实在让汪和僧心寒 他领着记者来到二儿子的婚房 两个婚房分别在楼梯两侧 大小一致 如果是给他的小房子 老二如果是在大房子 他跟老二结婚 相差四个月 就相差四个月 只是看过弟弟的婚房 听过父亲的解释 汪超的态度却依旧坚持 他说 父子间的信任 不是毁于一朝一夕 而是在这些年的相处中 一点点被磨尽了 而汪和僧却认为 父子之间的关系会如此紧张 都是汪超糟糕的态度导致的 为了帮助这对父子打开心结 调解现场 针对汪超想要一个单独户头的诉求 记者和汪和僧进行了沟通 在我们的劝说下 父子二人同意在第二天 前往当地拆迁办 咨询拆迁安持户头的相关问题 负责拆迁安置工作的张书记 告诉记者 汪和僧已经和拆迁办签署了拆迁协议 而且根据相关政策 结合汪和僧名下的住房面积 和家庭人口数量来说 目前按照一个大户补偿的安置面积 远大于拆成两个小户补偿的安置面积 就没有这么大的面积 那我坚持加个户头 你还是坚持要一个户头 那我坚持加个户头 我跟着 他这个不防护 最多防护是爸爸 是因为他 我住在里面拆迁安置 现在那个房子是我住在里面 我结婚这什么东西全都在里面 他说那个全部是我后马一个人 你给他有料理 王超坚持认为 父亲和继母的离婚协议是无效的 父亲如今名下的拆迁面积是错的 那个房子我在那出生 在那住在那结婚 然后我爸因为跟他搬离婚 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末定离婚 把那个房子全部给了他 现在那个房子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包括地基也是我爷爷的 然后05年地震以后重新做的 现在变成了他一个人了 我在那出生 在那住在那结婚 你是认为 反而我没有我的份 那么对于这场 因为拆迁安置补偿分配问题 产生的纠纷 王超打算怎么做呢 如果说我爸还是坚持这样的话 说前面那个我没有份的话 我可以诉读法律 你准备去法人起诉什么 我可以去法人起诉 因为他离婚的时候 没有 我已经22岁了 没有跟我说 面对儿子的态度 汪赫森会怎么说呢 他如果要坚持他的意义 他就去 他的法律资源会有个说法的 我说实在话 他这样弄的 我跟你说 因为我已经把这 我90平米给他了 如果他这样弄的 弄得他大意 他要不高兴 他要把这个收回一点 那90平米还没有给他 我说实在话 因为你这样搞的话 他会说 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说 全部会支持大爷 汪赫森告诉记者 如果大儿子执迷不悟 坚持走到去法院起诉的地步 最后吃亏的 只会是他自己 我就等于没生这个儿子 是吧 我也不希望他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是吧 这真真正是说 他走到这地步 就是我们家说家属不合外 现在我是暖城风雨 我也是没办法 很温暖威 因为他这个人心的 太膨胀 膨胀太那个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叫知足成了 华和森说 自己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地皮只有50平米 如今的房子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建造起来的 而自己给予大儿子汪超的 却足有90平米 对方却还是不知满足 实在是让他失望 但是说是儿立之年 应该说是该自己去创业的时候 自己去拼搏的时候 是吧 你自己去拼命地赚钱 你自己搞 而不是问父母强行所有所取是吧 他是手脚商情 又不是有什么缺陷 有什么残废 如果有残废 有缺陷的话 那我会怎么考虑 我会尽力全力去帮他 从汪和森的话中 不难听出 这位父亲的无奈 汪家父子之间 30年的血脉亲情 竹筋因为拆先安置分配 而濒临破裂 拆旧屋搬清房 原本是件值得高兴的喜事 竹筋却让一家人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喜事变成了繁心事 实在是让人看了有些唏嘘 只是血浓于水 亲人间的感情是远远大于 拆先安置补偿 带来的物质利益的 忠心的希望 在今后的日子里 汪家父子二人 能够多念及这些年来 相互帮助 互相扶持的美好记忆 放下那些 因为误会和猜忌产生的敌意 早日打开心结 恢复以往的和睦关系 好的 今天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都是放心游 放心游天下 喜欢旅游的朋友 可以随时报名 另外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在手机将心台上 同步播出 散白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随时随地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而更多精彩的节目花絮 你也可以下载去头条APP观看 内容丰富 红包多多 明天的同一时间 期待您关注的目光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